歡迎收看幽翼naman堂,我是幽翼 7月28號 天堂二革命要開放要塞戰 我們今天先介紹一下要塞戰的遊玩方式 要塞戰主要的地方就是地圖上的要塞戰,它跟城戰是不一樣的東西 像每一張地圖就是一個要塞 參戰的方式先取得參賽資格 血盟競標的話是用血盟幣去競標 只有第1、2名可以參加 3、4名之後的沒競標到的 沒競標到的血盟它會把血盟幣退給你 血盟中獲勝的方式它是30分鐘的血盟戰 在30分鐘之內要封印對方的勝負 然後你就可以取得勝利 佔領血盟之後的好處就是你們在該地圖 因為一個地圖是一個要塞 你們在該地圖的 核心掉落率 移動速度 還有打王的傷害會增加 在血盟戰裡面 會依照你的分數 給你額外的加成 如果你今天分數很高的話 就說你這個禮拜 身上的攻擊反應會得到額外的加成 那如果你是MVP的話 就是你在這個血盟得到了最高分 你就可以得到MVP 然後你會得到另外額外20%的加成 接下來這個是血盟地圖 我們先看一下 血盟地圖進去的時候有兩個部分就是 兩方 左右兩方 那每一方都會有一個聖物 那個聖物就是你們要防守的東西 所有血盟如果聖物 被對方封印 刻印了 那你的血盟就是宣告失敗 第二個是城門 我們自己的盟啦 走出城門可以直接走啦 那到對方 對方的城門了之後 你們要打掉對方的防禦塔 那個防禦塔會攻擊人 攻擊超高超痛 他就像一個雷電一樣 這樣 然後你就會 噴血狂噴 所以你要打掉對方的防禦塔 那每個城門有兩座防禦塔 打掉之後 你們就可以衝進祭壇的部分 去封印祭壇 接下來是 輔助的部分 那個地圖中間 你們看地圖中間有分 有分兩個祭壇跟一個溫泉 在溫泉的部分 在那邊 站在溫泉附近 可以回復你的HP 他會持續性回復你 就是每次2.5%的HP 接下來是中間祭壇的部分 祭壇的話有兩個 一個是風之祭壇 一個是地之祭壇 那一個祭壇佔領的話 可以得到10%的攻擊力加成 如果你兩個祭壇都佔領到了 你可以得到30%的攻擊力加成 那我們在打這種 要塞戰的時候啊 我們必須注意幾個重點 第一個 以目前的台版來講 大家的 血蒙人數都還沒有撐到最高 所以如果你們 到7月28號之前 能把血蒙人數 撐上去的話 你們取得勝算會比較多 會比較大 因為這個是一個 靠人海的爭奪戰 這是一個靠人海的爭奪戰 還有一個部分就是 如果你們血蒙的戰力超高 超高 或者超高 跟別人相差很懸殊的那一種 那你們獲勝的機會也會很大 盟主 盟主很重要 在封印對方聖物的時候 一定要盟主 一定要盟主才能封印 所以如果你們 整個血蒙 就算把別人的 聖物包圍起來 占領了 但是 沒有盟主去刻印 他還是 不算勝利 如果你們盟主 一路上 趕不過 或是 一路上被人家賭 被人家宰 就很容易 爆炸 當然我們也不能說 盟主就是戰犯 如果你沒有保護盟主到 對方的 聖物去刻印的話 你們也拿不下勝利 蠻多的那個盟主在刻印的時候 在那邊 5 4 3 2 怕 倒地 5 4 3 2 怕暈 然後就重來 你們盟主的 抗性可能要夠 如果盟主的抗性不夠的話 很容易暈 可能勝率就會稍低一點 如果就差那一秒鐘你們盟主的 抗 異常狀態 成功了 那你就可能就贏了 所以盟主的抗性很重要 這是目前要塞戰的部分 如果盟主是補私的話 那個 去把天靈視頻撐高一點吧 同盟沒有算在裡面 只有競標的盟可以 可以參加 同盟無法參加 你一定要競標到 第一名或第二名 才可以參加要塞戰 但這個要塞戰他不見得 只有兩個 兩個血盟可以玩 因為每一個地圖都有要塞 那目前伺服器開放的要塞 總共有12個 說話之導8個 古魯丁4個 也就是說在一次要塞戰之中 總共有24個血盟可以參加 那如果你這一次沒有競標到 沒有關係 因為 你們的血盟B 就算沒競標到 他會退給你 那有競標到的血盟的血盟 血盟B 他們就會變少 也就是說下一個禮拜 他們就沒辦法有這麼多的錢去競標 就是說 一個血盟 把所有血盟B貢獻在這個禮拜參加了之後 下禮拜他不見得有錢可以標到 所以每一個血盟都有機會 去輪到 以上就是我們7月28號要塞戰的簡單介紹 祝各位7月28號武運昌榮 我是優衣我們下次見 HELLO 我是 FREEDOM 寶寶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趕快訂閱吧 FREEDOM 是YouTube 認證的國際聯播網 我們提供夥伴 頻道維護 技術支援 版權保護 及版權音樂庫 更重要的是我們不綁約喔 歡迎加入我們 當然